先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喜事啊 首先是 申申发布了新专辑 反申代词 也马上要指责 个人演唱会 祝申申演唱会员麦成功 但是她因为个人的形成原因 缺席了我们在重庆的录制 谁要不认了申 小韩看到周深在片场拍MV 开拍前 周深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坐在椅子上 身旁放着一个麦克风 化妆师们围着周深给他脸上补着妆 补完后 周深低头看了货手机 接着他拿着一个文件夹 低头认真浏览起了纸上写的拍摄脚梗 周深两天没营业了 应该是在全力准备二专的上线和上海演唱会 5月9日 腾讯音乐榜官微艾特周深发文 周深小美满单曲播放量 销量有你推荐等指数 累积达到100万认证单位 升级为腾讯音乐榜百金单曲 这也是周深计划开旺语后 在腾讯音乐榜认证的第二首百金单曲 小美满2月6日上线 全平台爆火 国民热歌 在腾讯音乐有你榜 以取得七连冠 拿下九次冠军的好成绩 保持历史最高 有你得分Top5 和2024年最高有你榜得分Top1的佳季 当前实施再榜Top1 诺维度数据评定全方位价值认证 实至名归的国民大爆曲 期待小美满再次升级 恭喜周深 小美满不容不高 期待抱怀小小的红华 小酒好 路也好 明天就是你最好的美满 小酒好 路也好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美满 另外周深上海演唱会门票已经出了 看到了一张六秒付款 那场第一排二号的座位号 手速惊人呀 这么好的位置都拿出来卖了 周深真的很好 给不懂情况的人可不下 有些演唱会好位置都是给黄牛高价卖的 不是说你平台抢到手速够快 就以为能有好位置 周深的演唱会真的是不整旁门左道的 而且想想就知道 肯定有很多人会图关系 比如合作方 媒体 其他业内人 会找他或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票的 这些都是人情力往来 但周深还是把票给了粉丝 在周深这里 大家都是有公平竞争机会的 二代二次周深上海演唱会即将到来 独具特色的演唱震撼心灵的体验 就在周深的舞台上去感受 咱们不见不散 最后说一下周深接下来的两个行程 一个是上海演唱会后 21日将在沈阳录制一期奔跑吧 中间基本没有休息 第二个是二代二次小破站毕业歌会 23日将会在上海录制 目前曝光的信息显示 周深有三首歌 一首专辑新歌首秀 一首如果我们不曾相爱 一首毕业歌 有网友已经接到了现场录制的邀请 期待周深的新舞台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明天明天这么说 飞遍海角天呀 飞遍海角天呀 明天明天这么笑 将是遍野窗户 将是遍野窗户 我想做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 我就一遍又一遍地推翻重来 在七年的时间里 不停地跟自己较劲 想看一看除了已有的作品之外 我还能够驾驭哪些类型 还能够尝试哪些挑战 沉下来埋头做事的过程当中 我的精力反而越来越旺盛了 信心也水涨船高 有人说我好像是从水晶玻璃 蜕变成了钢化玻璃 你看到的我依然是我 但是比以前更任 更加无坚不摧 所以朋友们 青春是什么 青春从来不是言语的轻 而是行动的力 是你在一万次迷茫当中 不断地前进 纵然不知道要做什么 也不要反复地怀疑自己 就先撒开手坚持去做 去尝试吧 虽然你也永远不会有完全准备好的那一天 但是至少你永远都在向前的路上 今年是我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第十年了 回想这十年当中 青春路上的参差起落 有过骄傲 有过挫败 但一切好的坏的 都在帮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成为一个更好的歌手 如果你要问我 给我一次重启时间的机会 去穿越时空 我会修改哪一次选择呢 我其实认真地想了非常非常多次 但是我的答案都是 没有 青春只有一次 勇敢去闯荡 无论你的起点在哪里 只要你不小瞧自己 相信自己 一定能够用热爱与坚定 去谱写自己的乐章 逆风不退 追梦向前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穿过那流转的时光 定格你灿烂的绽放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穿过那流转的时光 定格你灿烂的绽放 穿过有一点 拿还没有 行中转的时光 你说话 鸟儿在唱着 儿生的歌谣 你看那逆风在不远处 梦梦的舞蹈 如果要再流眼泪 也会是幸福的泪 不停地闭上眼 又睁开眼 你会不会再出现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穿过那流转的时光 迎歌你灿烂的绽放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